日落星熙 华灯初上 宫殿内十五连斩灯 引手人雍灯 灯火通明 十五连斩铜灯是底座有等距环力的三只双身虎背支撑 底座上有三条透空全驱呈S型的奎龙 两个铜人立于奎龙之上 左手捧着石雾 右手向上 十五连斩铜灯 宛如一棵树 枝繁叶茂 小鸟鸣叫 群猴熙熙攀爬 生机盎然 灯火点亮 摇曳的火苗犹如飘动的树叶 绿云之下是悠闲着人庸 鸣叫的小鸟 欢跳的群猴 人 飞禽 走兽 和谐相处 这也许就是中山王措心目中的理想国度吧 在王措墓中 考古队还发现了一盏引手人勇铜灯 南勇双手各窝一条吃笼连接三个灯盘 人勇为中山国昌幽形象 青铜的躯体上安装的是银质头颅 他身着右刃长袍 衣袖宽广舒展 目光炯炯有神 微微上翘的嘴角 显露出由衷的欢喜和自信 引手人勇灯的独特之处是在于 它那双翼翼闪亮的眼睛 经有关专家测定 两只眼睛竟然是两颗黑色宝石 战国两汉时期的连织形铜灯比较常见 但在一盏灯上装饰那么多的人物和动物 塑造的如此的妙趣横生 却是寥寥无极 中山王错之所以对灯如此的钟爱 也许在这些火树银花上寄予着中山国心火相传 生生不息的愿望 法烟大捷 无论对躊躇满志的王错而言 还是对步入繁盛的中山国来说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个不曾被看好 立国不足二百年的国家 开始受到从未有过的关注 吕氏春秋仙之中这样描写中山之俗 以晝为夜夜以继日 男女妾已固无休息 康乐歌谣好悲 司马迁在《史记》《霍执列传》中记载 中山国的男子相聚游戏 悲歌慷慨 女子则古名色蝶喜 两千多年后 中山歌舞 他那深沉悲壮的歌声 他那婉约清丽的琴声 他那婀娜多姿的舞步 仍让喜爱中山国艺术的人们 心持神网 念念不忘 东晋干宝在《搜神记》中 记载了一个一醉三年的故事 一个叫迪西的中山国人 制出了一种叫千日醉的佳酿 喝了之后能睡上一千天 他的一个好朋友玄石是一个嗜酒之徒 结果有一天到迪西那儿去了 说你这酒千日醉 那我得喝一点 迪西说我这酒尚未造好 那玄石说不行我要喝 于是他就喝了 喝了以后喝的是明廷大醉 回去以后 他的夫人一位 玄石已经死了 就把他下葬了 过了一千天以后 迪西来呼唤 说玄石醒来 他老婆说我已经把他埋了 说他没死 他只是醉了 要醉一千天 所以这故事虽然是很夸张 但是他说明当时 中山国的造酒的工艺 他已经在诸货当中很先进了 就是能够造比较浓的酒 宋代诗人王忠 则因此留下诗句 安得中山千日酒 明然直到太平时 西进文学家佐斯在魏都妇中赞叹道 纯昼中山 晨缅千日 中山人与酒为伴的生活 在文人笔下被想象夸张 但是其酿酒工艺的高超却是事实 后来中山王硕木发掘时 果真发现了 深藏地下的数公斤美酒 其散发的浓郁醇香 让世界为之惊叹 因为这千年陈酿 要比被欧洲人奉为世界上最老的陈酒 早了七百五十多年 在中山国所有良酒的器物中 这件用于祭祀时的铜方胡 是体量最大的一件 也是司马周为王厕建造的 另一件心同重器 与司马周负责建造的铁足大顶一样 王厕命人在方胡的四壁上 赞克了四百四十八字的长篇名文 再次赞颂了相邦司马周 新帅三军之众 讨伐燕国 开辟江土的忠心和恭敬 尤其是对这位功高盖世的老臣 王厕以吴老周相称 策封他为重负 并把赐予他死罪三世无不赦特权 明确写进了名文之中 这让司马周感激涕灵 倍感荣耀 那么为什么相同内容的名文 要出现两次 台湾学者黄长明先生 一直致力于中山传的研究 他认为中山王厕这么做 是有他的口中 仔细来细读这个名文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大鼎呢 他的口气呢 他是以当时候这个王厕的口气 来细说这个事情 而这个方福呢 在细读他 他是等于是司马周宰相呢 他的口气在诉说 当然他也做了一个 对中山国几历代君王的 一些功德的诉讼 那也谈到了发言的一个攻击 那也绝对他认为他应该 要绝对臣服于这种 君臣的关系之下 就是君臣意味的事情 不能在我们中山国来发生 所以我觉得这好像 这两件东西好像就是 王厕跟司马周之间的一个协议书 尽管如此 两次内容相同的名文 也让风光无限的司马周 感到了深深不安 因为中山王厕 在每次夸赞他赫赫战功的同时 总是把燕国子之之乱的 陈主义位放到一起 口口声声把吴老舟挂在嘴边的王厕 此时内心已经有了戒备之心 尽管有这份协议书 他还是怕了 他怕燕国陈主义位的悲剧 在他身边上演 法燕归来 足智多谋的司马周 已经察觉到王厕 对他态度的明显变化 因为作为三军统帅和异国相邦 突然被指派专门为国王打造器物的奸造 这件事本身就很蹊跷 如何消除王厕对自己的戒心 司马周寝食难安 坐卧不定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司马周在为王厕铸造青铜重器的同时 还煞费苦心设计了 挫金银四龙四凤方案 以表达自己的耿耿中心 同方案 龙凤在上 气宇宣昂 小鹿则安抹在龙爪之下 默默承受着整个方案的重量 司马周希望中山王厕看到的 是他良苦用心的表白 无论自己为这个国家夺得多少土地 挣回多少脸面 都是应尽应分 自己就是龙爪之下的那只温顺的小鹿 至于王厕意识没意识到 司马周的这种良苦告白 没有人知道 但能够确定的是 此时王厕的治国大略已经改变 他的视野逐渐缩小 由原来的四处征战 转到王厕的安危和自身的享乐 一个把目光从国家转移到 王位上的国王 其后果可想而知 而司马周非常清楚 法燕的胜利 王厕成功称王 既是中山国前所未有的荣耀 也给中山埋下了祸根 使中山失去齐国这个大国的庇护 与燕国结下了死仇 但中山王厕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仇人在旁 居然思维的宝剑 已经淹没在美物 美酒 美女的享乐之中 公元前308年冬天 在萧瑟的北风中 36岁的中山王厕 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作为中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君王 毫无疑问 王厕并重垂危的消息 给这座巍峨的宫殿带来了巨大震动 有关王厕临终前的细节史书几乎空白 人们只能想象这位在位二十年 把繁荣昌盛的中山带进大国之列的国君 临终前一定还有许多未尽遗愿 葬礼隆重而浩大 整座都城沉浸在悲痛之中 处在极度悲伤中的人们 看着少不更事的王子子次 和日渐衰老的相邦司马周 脸上会不满怎样的担忧 此时恐怕谁也没有答案 在这个年轻人手中 他的父王造就的强盛中山 还能维持多久 他将会把他的子民带向何方 凝重无望的场面 很容易让人感觉到 这不是为一个国君 而是为一个国家在送葬 随后的历史将会证明 中山国王错叙事这一事件 不仅是中山国由胜而亡的 一个重要转折 也影响到战国时期的 中国历史进程 期望 请不吝点赞 να试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